另外三個人 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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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在他的眼裡,這個小侍郎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,於是徐階就繼續躲起來,第五個人叫做高拱。 如果說嚴世凡只是看不起徐階的話,高拱這個名字他可能根本未聽過,也不怪他,因為高拱實在太不起眼了,高拱是正德七年出生的,河南新鄭人,嘉靖七年的時候,河南鄉市他考第一名,但是去到嘉靖二十年的時候才考中進士, 被人分配了在漢林苑。而當在嚴世凡縱論天下之財的時候,高拱生的職稱只不過是漢林苑的一個偏修,即是機關入面一個文案仔,這種小角色當然入不了嚴奇才的法眼。 根據這個影視劇的規律,最近那個當然是最後出場的,這次也不例外,而最先發現這位奇才的人就是徐階。在下言下台之後,當時還未被人殺的,徐階的處境是很慘的。 原先對他公公敬敬的那幫人,一看到他沒有了靠山,真是,好像我家揭書那麼快,馬上跟他翻臉。 除了同僚的這個牌制之外,徐階當時在利暴,也都很黑仔。 因為新來的利暴,尚書,文冤,就不能挨握他,經常挨握他。 德載老闆,就是混不下去,徐階只能另外找出路。 幸好,他跟這個大老闆的關係還算不錯,因為徐階寫清詞也很厲害。 所以皇帝大人大拔一揮,幫他安排了一個新單位,你去漢林苑吧,就是這個決定。 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。 嘉靖二十六年年底,徐階來到漢林苑,成為這個掌院學士。 而他的第一個使命,就是教育一下,剛剛去年考進來的那幫樹吉士。 樹吉士就是大名的精英,而這個樹吉士培訓,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剛前培訓。 在這裏結業之後,學員就可以進入漢林苑,成為一名普通的漢林官。 一般來說,漢林苑的掌院學士,一般就不會點鬚那些樹吉士。 最多就在入學的時候見過面,睡幾句話,叫大家,好好學習,天天向上,諸如此類。 然後拍一拍屁股走人。 但是這個徐階呢,是依然保持了他的這個傳統作風。 雖然說,這班新人又沒有背景,又不起眼。 但是他依然是抽點時間出來,跟他們逐個逐個傾心事。 當然了,他的目的也都不是說僅僅鼓勵一下他們認真學習。 因為誰知道,將來這裏可能會出一兩個猛人。 所以,先搞好一些關係。 就是在這一系列的談話當中,他撞到了那個伴隨他後半生, 奮鬥不適,命遂千古的人。 雖然說樹吉士,已經是精英當中的精英。 但是這個人呢,依然一來就被徐階留下這個很深刻的印象。 他的談讀。 他的見識。 還有無與倫比的智慧。 都令到徐階覺得很驚嘆。 你叫什麼名字? 張居正。 張居正。 我會記下這個名字。 在未來的歲月,還很長。 隨街,有充分的時間,去認真觀察一下這個後半生。 而張居正,就是我們講的第六個人。 在這個風雲祭會的年代, 這六位的英才,將會用他們的智慧和意志, 去爭奪這個最高的獎賞,就是那個權力。 而最後贏的那個,將會成為大明天下的統治者。 不過說話說回頭,至少在當時呢, 即後面那兩個基本上是只望不到的。 高拱同志,依然是繼續在做他的抄寫員。 而張居正同學呢,還在讀陪訓班而已。 所以隨街,依然都只能夠是靠他自己。 嚴嵩呢,是一個警惕性都很高的人。 他真是很清楚隨街和夏賢的關係。 所以他並不是對這個人呢,是完全沒有防備的。 但問題在於,他真是覺得這位徐侍郎呢, 又對自己扣不成什麼威脅。 那頂上了籠,你就是個副部長而已嘛。 在皇帝面前說話又沒有什麼壓力。 所以防備歸防備, 他就始終都沒有把徐階放在眼裡。 嚴嵩的判斷很準確。 現在的徐階, 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物。 就算你把刀放在他手裡, 他都不知道怎樣砍你。 但是世界是不斷變化的。 嘉靖二十九年, 徐階迎來他的第一個機會。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, 這個機會呢, 是由嚴嵩陣營那邊的仇聯山, 有情提供的。 蒙古呢, 都算是大明這邊的老冤家了。 來來回回, 搞二百多年, 真是大家都精力充沛的。 再苦再累都不在話。 回家衝過糧, 睡醒一覺, 起床又懟過。 但是時而世逆, 當年的雅勒呢, 就已經借了。 現在取而代之的呢, 就是這個塔旦。 而小王子之後, 這個部落又出了位擅長殺人放火的優秀領袖, 顏答。 關於這位兄台的事跡呢, 我們就不想多說了。 大家只需要知道呢, 這個又是一個就很殺得人, 很搶得野, 很善於破壞的人, 就行了。 在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份的時候, 這位仁兄估計在家裏裡面, 就要擅長殺人, 帶領一萬騎兵, 就向明朝發動進攻。 他的目標是大同, 明軍抵擋不住, 全軍敗退。 一番混戰之後, 總兵將達戰死。 於是大同這邊, 就向朝廷告急, 就說,喂, 指揮官死了, 蛇無頭不行, 馬上派個個過來吧, 這樣。 那大同總兵, 就是一個級別很高的官階, 就是相當於現在的, 這個邊防軍司令員那樣。 就是說, 若果平常那時候, 你能夠做到這個位置, 你真是祖宗保佑, 我跟你說。 但是, 如果你在這個緊要關頭, 被人派去做大同總兵, 那就只能夠說, 你祖墳賣錯地方。 因為那些蒙古人還在城外邊, 要打仗啊, 大哥, 就算打退敵人, 也未必是你有功, 你應份而已。 但是萬一不小心, 失去這個重鎮大同, 那就隔殺物論了。 加之刀槍無眼, 打仗的東西, 不理你官高官低, 身為總兵, 不幸殉國, 都時候發生的嘛, 剛剛才死過, 對不對? 所以現在去做這個位置, 根本上就是傳說中的黑禍, 誰都不想什麼的。 但是就是大家, 你又推, 我又推, 你去啦, 你去啦, 嚴嵩站出來, 他很高興地告訴大家, 我有一個對的人選, 一定可以退敵的。 他說的這個人, 就是仇聯了。 說實, 在這件事上, 嚴嵩也真是冤枉, 因為他原本以為, 你仇聯, 你明將之後, 你就算不如爭錢, 多時也有兩下散手, 所以他就推薦仇聯, 希望這個人可以再立新功。 但是這個仇聯生, 實在很難得, 雖然做了這麼多年武將, 就真的連一下散手都沒有。 他一聽說, 嚴嵩說推薦了自己, 哎呀, 真是, 如五雷轟頂啊。 但是事自此, 即是不上也要上的啦。 所以仇聯, 就唯有衝大頭鬼, 去了大途。 仇將軍的運氣不錯啊, 你別說, 剛剛到步, 就已經得知, 硬搭那邊, 已經搶完東西了, 撤退了。 嘩, 慶高采烈的仇聯, 登時來經了, 哈哈, 立刻向軍部上書, 沉痛地表示, 是疑惹的。 未能夠跟硬搭交戰, 為國爭國, 實在是遺憾之志啊。 不緊要啊, 仇先生, 知虧, 總是虧有些。 七月份, 這個硬搭又來了, 那你不能夠怪人家, 硬搭來得那麼密的, 是不是? 人家的部落又沒有手工業, 又沒有輕工業, 除了搶, 沒有另一條路的嘛。 那你上次搶的東西用完, 當然要再來的, 是不是? 今次就仇聯, 頭都大了。 如果打敗仗, 不要說官, 頭都沒有的嘛。 但是他又很清楚, 以自己那些什麼斤兩呢, 想打敗這個硬搭呢, 根本就是一個夢想。 但是這件仇聯呢, 也實在了不得的。 他也竟然想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。 不單止可以趕走這個硬搭, 還可以不用大動乾歌。 因為仇先生, 是一個懂得價值規律的人。 他很明確地意識到, 你硬搭過來, 都無非是想搶東西而已。 只要我肯給你錢, 讓你滿意而歸, 那就萬事大吉了。 於是, 是一個深夜。 他偷偷地派一個使者過去, 送了很多錢給硬搭, 希望他拿錢走人, 不要妨礙自己做官的嘛。 顏塔兄呢, 賭亦都幾度亦有度, 拿錢就做事, 當職了事。 請仇總兵你放心, 我, 全軍撤退。 啊, 那仇聯就滿意了, 嘿, 真是, 又不用拼命, 還送走你的瘟神, 沒有給這個更加好的結果。 你真是自作聰明啊, 仇總兵。 顏塔是說他撤退而已, 沒有說要撤回家。 所以沒多久之後, 大同的副將就回報, 就說, 顏塔那邊就撤走了。 那仇聯很高興啊, 但準備開香檳的時候, 突然想起什麼, 多口問了他。 阿顏塔設兵之後去哪兒? 哦, 雞州啊,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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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一聽到這兩個字, 阿頭連當場暈倒大, 大禍! 大禍! 雞州, 是北京的門戶。 嘩, 那麼快呢! 當阿顏塔攻破雞州, 破場入關, 一旦去到昌平的時候,他很驚奇地發現,自己的鐵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,什麼糧食、財物、人口全部放在面前,任外搶。 他當然不客氣了,搶完昌平,又流傳到密魂、懷柔那邊,反正圍著北京城一路搶過去,真是北京環城有了。 殺完,搶救了之後,顏答不走,他留在通宅,看著這座宏偉的驚醒,因為他已經很敏銳意識到,在大明王朝這麼肆虐的背後,似乎是隱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但是其實這件事,就沒有硬搭你想得那麼複雜的,原因是很簡單的,就是沒有兵而已。 說起來真是滑稽,這個時候的驚城,確實真的只有一個空架而已。 一百多年前,北京保衛戰的時候,在于謙的建議之下,喪失戰鬥力的驚城三大型,被人改造成十二團型,兵力大概有十四萬人。 按道理來說,這個數字都不少了,十四萬人,十四萬兵。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,當現在的兵部尚書,丁與葵,清點人數準備打仗的時候,才驚奇地發現, 所謂的十幾萬大軍,查了只有五萬多人。 而更加麻煩的就是,其中很多人,這個稅數根本可以去老人院, 現在只不過是拿著東西,就站在隊伍裡面充數。 但是丁與葵是完全不奇怪的,因為這些現象正常不過。 這個就是傳說當中的軍隊貪污第一絕技,食空額。 即是人數報多些,無領工資,其實根本沒有那麼多人。 丁大人很熟悉這個潛規則,也不想去反貪。 但是問題就是,加敵人就在家門口,你總要想辦法送人走才行。 亡帝這邊,當然不可能說送禮給顏答。 所以無奈之下,嘉靖先生,照下達這個總動員令, 命令周圍的主軍,過來勤旺。 第一個趕來的,就是這個大同總兵受亂。 他當然是拼命趕過來,不拼命不行啊。 雖然知道,皇帝大人之所以這麼狼狽,被人圍, 都完全是因為你而已,你知道嗎? 如果不及時趕過來,誰知道顏答兄, 跟皇帝到時傾訴的時候,會不會突然間彈出這種事? 噢,當初仇勇兵跟我談的時候呢,那個價格呢就是啊。 嘩! 所以整頭汗的仇亂,還不是馬上帶著兩萬騎兵趕到北京嗎? 哎,你別管,他趕到過來之後呢,嘉靖很感動啊。 他覺得,這個最乖呀這個,第一時間回過來這樣。 所以就非單止沒有懷疑他,還很信任地告訴他, 那京城的防務,就全交給你了喔。 嘩! 這次真是徹底還原, 仇聯悲憤之餘都準備要跳護城河的了。 但又被那幫布夏拉拉回來, 那沒了符呀,是吧?你仗又不懂得打,那怎麼辦呢? 想來想去, 終於是想回一條老筆, 那就談判了。 於是他再次私底下派人出城, 找到硬搭, 講明來意之後, 連這個九經沙牆的硬搭生,也嚇了一跳。 咦? 剛剛才在大同那邊談完啊, 仇總兵你又一聲牛過來京城啊! 嘩!還快過我,真是速度驚人喔! 那於是, 仇聯這邊提出條件, 只要不公成, 怎樣都行! 那硬搭就說了, 不公成都行, 你讓我入供吧! 所謂的入供, 是一個很體面的說法意義, 如果答應了這個條件, 那就等於, 硬搭就可以派出那些使者, 過來大明的地盤這邊, 指指點點, 說拿什麼就拿什麼, 提出各種苛刻的條件, 這個根本是一個國家的形象問題, 即是換句話說, 就算騎得前這個錢, 都丟前這個人啊! 所以這件事呢, 仇聯就當然不敢順口開河了, 只能夠立即回去, 上報這個嘉靖。 於是, 嘉靖道長, 著上這個黃鵬, 立即召開內閣會議。 與會人員, 包括有內閣大學士, 嚴肅, 李本, 張治, 還有這個當時做禮部尚書的徐階。 皇帝很慌張, 他拿著銀搭送來的那封入供書, 問大人,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, 現在怎麼辦? 李本沒有出聲, 張治也不說話, 因為在內閣裡面, 他們說話一向都不算數。 但是平時滔滔不絕, 說話算數的那個嚴肅呢? 就突然啞了, 站在原地動也不動, 也不出聲。 你不出聲就行了, 你平時有出皇帝糧的, 所以嘉靖直接問嚴肅, 那現在應該怎麼辦呢? 阿嚴先生, 又不得自軍, 又不得自國, 他主修的專業, 是拍馬屁和整人的, 他怎麼知道怎麼辦呢? 但是他還是說出了自己的辦法的。 我覺得他們只不過是一班賊來的, 他們搶啊, 給他們搶, 搶完之後, 他們自然會走, 皇上不必擔心的。 無恥呀, 真是無恥。 這是一個很無恥的回答。 這是一個很無恥的回答。 李克弥先生